市長,我們看今天是七十五中年二二八,馬英九總統早上做分開半夜很好的事件 什麼意思 因為下午他明明是要出席,現在後來沒有要出席,所以乾脆自己來分開半夜很不好 這件事情還是說明一下 去年我們台北市政府是主辦單位,還有兩個協辦單位 一個要請賴副總統來,一個要請馬英九,乾總統來 當然說好啊,反正社會本來就需要對話,透過對話,如果什麼對立,也許紛爭可以化解 後來也許獨派有壓力,後來賴副總統就不來了 那我不能說,因為事件都講好兩個都上去講 那突然賴副總統不來,我就不能轉過頭去跟馬乾總統說,那賴副總統不來你不要來 所以去年就馬總統上去講話 那今年我們文化期待辦的時候,我說那這樣好了 今年如果要減少什麼衝突、爭取,就這樣好了 今年只有主辦單位可以講 那如果賴副總統要來的話,他是叫中央政府代表 那這樣就特許一料,台北政府、中央政府代表 好像基金會董事長跟家族代表,但就沒有 結果後來突然又說賴副總統不來 然後我好像前幾天接到局長傳一個單給我說,馬千總也不來 這個故事就是這樣,那我的態度是這樣 如果大家要對話,要勃動我都樂觀其成 那我們的態度是這樣,所以說盡量讓大家有個對話的基礎 那就是這樣而已,所以我把去年跟去年來龍去脈講一遍 那你會不會認為就是說,因為你都一直想要有幕府的未來 但是現在是不是還是沒有辦法發 那如果是這樣,如果很容易發覺又不會倒75年了 那這個社會本來就會有爭執,只是說我們的出發點是說 大家盡量可以對話啦,不要對立就這樣吧,這是我的目標 當然,過程當中有時候常常不如人意,所以沒辦法 不過是這樣啦,至少在我的能力範圍內,我盡量讓大家可以對話 市長,那你看說今天早上總統,那我說關於中正紀念堂的轉型正義需要審慎來提供這件事 本來就要審慎評估,不還好 每次人家講到中正紀念堂,我都說好險 中正紀念堂不是代表市政府管理,那是中央政府的文化部管理 所以先讓小英政府出發,他說要怎麼做,我們再應應就好了 市長,那你怎麼辦,就是說現在還是有一些俗派的,所以你是不一樣的 那你未來要跟他們的話題嗎 那我發現是這樣啦,有時候有溝通還是好,但我最近是國家聯盟 是這樣啦,越不溝通,誤解完全沒有機會解釋 那你去講了,也不敢百日百解決問題 那你去70% 總是有溝通越來越好,覺得這個社會有沒有辦法建議溝通的文化 所以好像我們當醫生你知道,要怎麼治療也要跟病人、家屬溝通 也不是醫生片面決定說我要怎麼治療他 所以我倒覺得我們盡量建立一個溝通的文化 市長,我看烏二戰這樣,總統說美國是會賣武器,但是永遠都不會出 如果今天發生在台灣,你覺得這也會同樣情況嗎 不過這樣啦,台灣跟烏克蘭也不完全一樣 因為兩個雖然有類似的地方,但是也有不相同的地方 因為這台灣畢竟還是,對美國來講還是比較戰略,戰略價值比較壯 最起碼我們還有一個富國神山 這個全世界半導體的,這個重鎮在這個地方 所以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相同的地方,所以不能完全類似 不過還是啦,還是一句話,要靠人喔,不是靠自己比較安全 市長要聲援烏克蘭嗎 那我有啊,主要是前幾天那個布拉格市長他們有在發動 所以我們要自由城市聯盟 我說沒問題啦,這個要聲援烏克蘭我們都會牽制 還有一點啦,就是說,當然台北市政府不可能派兵嘛對不對 我們就說你要預勞負資啦,要什麼協助的我們都會 只要有人,最起碼台北市政府會響應 那你怎麼看 那現在中央,中央現在好像開始有說要各地方的證據來採別 這個喔,其實,其實我跟你講,我去年 要不是疫情,我去年就要辦了 今年的萬安演習,在台北市我們會大規模的做法 我發現我們幾十年沒有做防空演習 真的啊,現在如果防空演習啦 那些小學生,昨天講的小學生要怎麼躲躲 所以我已經要求那個兵役局、警察局跟那個消防局 針對今年的萬安演習,開始在寫計畫 那你怎麼看孔秀柱說惡無知福是辱情者,你認同這個說法 他說打人的一定不對 打人的一定不對,吵架先動走的一定不對 所以理由一大堆沒有用 我相信現在啦,國際社會應該85%來 所以認為輸入不對,輸入不對 市長你怎麼看一日北高你的表現 你好像有提到說這個體力上市有退步很多的 沒有啊,這一日北高是這樣,那本來就不是很容易 我後來發現那個全程戴口罩 把一個很困難的事情變得非常困難 我昨天是在缺氧狀態下完成 奇怪,戴口罩怎麼騎車 我覺得實在是太困難了 這個我猜全程都在二氧化碳房子太高了 那你算是壓線抵擋,你對自己這一套的行程滿意嗎 不要算起來,拜託 這個叫做,這又明言喔 不滿意,單可以接受 大概63歲的可以做到就是這樣 但是我後來發現戴口罩要運動 很期待3月1號可以不用 戶外運動可以不用戴口罩 好,謝謝大家,謝謝